他说11月23号那天自己在开货车运输的时候 把客户的一件货弄丢了 他说因为当时自己一个人开车 所以丢的时候并没有及时发现 这一下金小智慌了 他赶紧找到了发货的客户 他说自己运输的这个东西 对于需要的人来说价值两万多 可对于平常老百姓来说 那就是废铁一块 他说事情发生后 他说因为监控不是很全面 所以捡到自己货物的这个人 最终到底把车骑到哪去了 谁也不知道 眼下客户等着设备用 而自己就一个心愿赶紧把货物找到 希望呢就是捡到这眼儿能给咱们 咱们的表示感谢 给他点筹建